本期节目还是由我来为大家分析一下这一周的新闻大事 那么第一件事就是通关门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通过了对于穆勒通关门报告的一个传票 意思就是说要求司法部公开全文公布穆勒的报告 那么这个报告据说有400多页 实际上穆勒在完成通关门调查报告以后 司法部已经公布了其中的一些概要 当然了这里边核心的问题呢